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开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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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学习海贤牢上表法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言词戒律当中的普贤行 牢上在我们尽忠学会 成立之初 有尼勒 尽忠同修 修行守则 这是老人家一生 修学的智慧 给我们的指导 其中在行门当中 拣选五个行门 那等于是 寒舍大藏经 一切行门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这就是静中的戒 那我们学习海贤牢上 这是牢上 我们静牢带着我们 看懂再来人的表法 牢上有说 贤工的光碟 是无量寿星的总结 贤工把它表演出来了 这一个小时的表法 那个纪录片 跟他老人家 一千两百个小时的讲解 平等的 尤其很重要的 让我们起信 社会大众 一听到 一百一十二岁 老人家可以上述 在世子 那世间的人觉得 不可思议 还可以逢身跑 还可以一天工作 从早忙到晚 这个都是展现 念佛的书身 也给我们展现了 无量寿经当中的 与我法中 得名第一地词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法 我们的心境就很重要了 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还是觉得自己 直下承担 这个是研给我看的 学习他老人家 工作不妨碍念佛 我们可能在各行各业中 甚至于是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也表法 夫妻也表法 孩子从胎教开始 都是表法 大臣佛法 非常圆融 各行各业 可以行菩萨道 甚至每一个角色 都可以行菩萨道 我们尊称 结婚的女性 叫太太 那这个就是我们 周朝三太的表法 其实也是 天下能不能太平的根本 应主说的 天下的安危 女人家超之一大半 三太 用真心 从胎教开始 照顾孩子 所以周朝初的圣人最多 不是偶然的 三太这些教诲 这些风范 礼记里面都有 这个娇女仪归里面都有 可是要有人宣讲 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 所以也很随喜 最近我们阿弥陀佛大饭店 有班开教班 也有离请 台湾王老师 分享他18年 教孩子的心得 这个也是一门深入 十八年 没有换题目 就是全心全意 互念下一代 互念 整个家庭 当然 当然 这个也有 另一半 用心的配合 这夫妻同心 其力可以断经 所以这个第一地址 就齐名我们 在什么样的因缘 我们都能做出表率来 哪怕我们现在才十几岁 我们现在学习 不若人厚 勇猛精进 同辈的人一看 感动了 所以我们讲到普贤行 广修供养 上一节课刚好 讲到这里 我们带动风气 就是好供养 所以谁能做第一地址 你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力的 都可以做得到 贤公说的 天下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老祖先说的 只怕有心人 有心 有恒心 有毅力 不退缩 如中庸说的 能义能知 几百知 能使能知 几千知 人家一次会 我不会 没关系 我做一百次 人家十次就会了 没关系 我不气 我做一千次 果能此道以 能有这样的决心毅力 虽于弊明 虽然可能过去生业障比较重 也会变得有智慧 明白了 我们念佛公案里面 王呆头 过去生的业 生下来就智能不足了 可是他老实念了 最后念到 也是智得心开了 所以这一个法门 三根 仆辈 连智能不足的 他肯念 都能夜宵 智朗 我们没有那么严重 我记得第一年教书 当地就有一个 也算大我几岁吧 也是智能有点不足 那 我遇到他了 我就给他念阿弥陀佛 来种这个金刚种子 他之前见到我 都会骂脏话 但是他那骂脏话不是凶 就很亲切跟你打招呼 但你一次两次三次 就很恭敬地 跟他念阿弥陀佛 过了几次 他远远看到你 阿弥陀佛 喊得很大声 我希望他喊越大声越好 旁边的人也会听到 有时候在家里也听到他喊 为什么 他口渴了 来找我要水喝 然后他就 阿弥陀佛 念得很大声 所以 这个 我们听过这个 法华经的故事 就不能白听 都把它运用 在我们处世待人 接物中 这个公案就是 有个老人家 求佛 让他出家 结果佛首先 让这些阿弥陀佛看 他有没有出家的 善根福德 这些阿弥陀佛看一看 他看五百世 看完之后都摇头 这个佛说了 在很久很久 很难算的天文数字 那当然超过五百世 这位忍者 被老虎追 在追在情急之下 跳到树上去了 喊了一声 拿摩佛 种了这个种子 这一声出家的缘 出现了 这一声拿摩佛 切已成佛道 我们听到这个公案 也很感动 老二上就有讲了 有机会 比方说 带个佛珠 可能你坐个公车 这个手一拉 人家一看佛珠 他的意念里面 念了一声佛 当然大家活学活用 你是官员 你要看着办 这个 无有定法可说 最重要是用心 你都是纯事 为了众生的心 纯事 为了正法久住的心 不是激动的 用对心 都是公的 都是公的 带是公的 不带也是公的 有些话我只能点到为止 大家自己留 不能把这个雾门都堵住了 所以这个老和尚常说 这个经有无量意 那大家感受一下 无量寿经这一句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址 你看这个意识浓不浓 那这个是要自己去体会了 以我这一生的因缘 我的身份 我的成长过程 我能做哪一些表法 这个是普行行 请佛注释 不是请别人 请自己 比方说 你现在走入婚姻了 孩子还小 这个我们都有见过 孩子还小 到处讲课 没有照顾孩子 这样久了 一来人家看了 可能会质疑了 再来 假如孩子再大一点 这个行为 比没有学的人 还不妥当 那这个流弊就会出现了 所以大学告诉我们 物有本末 事有宗事 知所先后 则净道已然 本是明明的 末是清明 本是齐家 末是治国 欲治齐国者 先齐齐家 欲齐齐家者 先修齐身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扶持自己的家庭 要在自己的修身 要在自己的心地当中下功夫 这个才是物本 我们有团体 团体也是齐家 齐这个大家庭 不能是一直绊绊 有啊 上课的人都得利益 可是不能让团体的人类 过头 不能让团体的人没有法喜 那这样会内耗 这个路走得不长久 老儿上常说 学佛 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那释迦牟尼佛 带领着 弟子们 是一个弘法的团队 而每一年 有节下安居 静下来 沉淀沉淀 总节总节 不能一年到头 都在半班 都太忙了 一年也要缓下来 一个月 也要有缓下来的时候 宽猛相继 一天里面 也要有沉淀沉淀的时间 你看早晚定课 就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 这个物本 本利和道身 这我们要 都能在境界当中 观照得到 那行工的表法很多 工作不妨碍念佛 像陈德 21年前 不是21年 22年前 我就想着 要八个小时听经 八个小时念佛 我就冲到澳洲 金融学院 现在经过22年 突然 看破红尘 不是 看破了 因为我是鼠牛了 所以鼠牛的命 要还得多盖一点 可能福报积累到一个程度了 突然能福报现前了 就可以八小时听经 八小时念佛 但是真心一法不利 心里面不能一直在求 八小时听经 八小时念佛 这样叫未来烦恼 要安住当下 而且要欢喜 去面对当下的因缘 不能心不甘情不愿 我就要八小时听经念佛 把我累成这个样子 这一念心就把前面做的事 功德全部烧掉 一念春兴起 火烧功德灵 自己没啥功德 不能乱烧 忍路也要学闲工 你看人家无礼 给他两巴掌 就当骚痒 骂他 吐他 一脸唾沫 给我洗脸 这个功力 如弥勒菩萨 剃透在面上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这个要练 如如不动 不要被境界影响 起情绪了 自己呢 一直在任务当中 最近就体会了 工作不好像爱念佛 自己也要在这里练 不然弦工表演给我看 我就没好好学了 那我们这一段时间 都是学习这个 延迟戒律的表法 修学的过程 就是知过改过的过程 我们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们冷静看看 我们 跟礼品老比 如何 跟贤工 跟老儿上比 如何 我们的姻缘 善根福的姻缘 跟他们没法比 但是我们面对的 境界的挑战 诱惑 又比他们 不知道多多少倍 这是我们面对的境缘 知道自己 直到当前的境缘 我们的警觉性要更高 我们要更能分辨 我们更是 邪师说法 如横合杀 借为无上菩提本 要重视了 要用借来判断 前一段时间 有这个团队 里面 有负责的男老师 碰女老师的身体 还说 看她们会不会起心动念 那这个从儒家的理来讲 没有理就没有儒家 没有戒就没有佛家 男女瘦瘦不轻 男女大仿 古人那么谨慎 读圣贤书的人 有时候都抵不过那种业力 你看阿难尊者的表法 也是表给我们看的 都是来互念我们 这个菩提道上 要注意的重点 摩登前女 当然男众女众 都要慎重 谨防业力发动 怎么防呢 持戒 手里 就不会有那个机会了 我听说 这个男老师听了之后 居然给他们团体的人 说 成德法师 没有按老儿上说的 若真修造人 不见世间过做了 他还引了一段 老儿上讲的这一段 给团体的人了 不见世间过 是心上不要有过 而不是不能分辨 是非善恶 我们讲的目的 也是希望当事人 不要再造业 而且他不收敛 真出事 有可能他命都难保 你说人家先生知道了 为什么要 错误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善巧 赶快提醒到相关的人 不然他迟早 拖越久 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 越严重 对当事人 对佛门 对佛门 影响越严重 所以在大师大妃面前 我们不能做相怨 这个大家 这个大家也都要会分辨 修行人不能修到相上去 要有正义感 这个是延迟戒律 给我们的启示 你的亲戚朋友 还没有修行 还没有遇到佛法 或者宗教 因为这个邪师说法 如何不是佛门而已 一切法从心响生 人现在缺乏扎根基础 都有可能在各个宗教 出现这些情况 它跟哪个宗教有因缘 这个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在一些因缘当中 看到一些新闻 能告诉亲戚朋友 怎么判断邪政 他能先有概念 他遇到了 他警觉性就会起来 所以很多事 要赶紧先做 不然等那个因缘现前 他又不会判断 一线前都有过去的业力 我们今天先学戒 有戒定的一个功夫 你遇到过去生的情缘 你懂得用理智去面对 不会感情用事了 我们学到前三院 礼敬诸佛 我们检查一下 这一两个礼拜 我们有没有白脸色 给哪个人看 有没有跟哪个人对立 这样就没理晋了 这个要自己检查 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个人 我们一起情绪 对哪个人有成见 就不能理晋了 要平等理晋 对喜欢的人 这个满面笑容 突然单位进来一个人 你的笑容马上不见了 这样有没有平等理晋 都要在镜上练 老和尚说的 有人因我而生烦恼 都要反省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行 真修行人 不跟任何人结怨 结怨是搞轮回 怎么是真修 大家要理解对 你不跟人对立 都想着化解 但不是向上的 心上 有可能这个人有私心 你大公无私 他愿不愿你 那个就不是因为 你产生烦恼 产生称恨 结的愿 因为在这个时代 大公无私的人 铁定有人怨他 要磨自己私利的人 铁定对他不高兴 所以这个 大家要会分辨 可是我们自己要对事 不对人 日久见人心 他冷静下来 理智下来 人家是对事 他善根够 他有可能给你道歉 善根不够 然后你跟他的恶缘 也没有加深 要冤冤相报 还越来越深 那你大公无私 你这一生就去极乐世界 反正你道价持行 跟他还有缘 还他命都没问题 我们的安世高大师 你看都在还命在 最后都度那个人 你看多自在 所以往生重要 所有的缘 恶缘都不怕 都可以转成 同生极乐果的缘 你的能力 跟阿弥陀佛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想往生 不是去享受的 去了之后 能力提高了 才能帮得上众生 自己又还不会游泳 或者连个救生圈的配备 都没有 自己尼菩萨过疆 有这个心救不了人 往生 做阿弥越之菩萨 四十八音一加持 就有能力 所以越想力重的人 越不敢错过 这一次往生的机缘 我们要检查理静诸佛 称赞如来 这段时间 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越来越能 看到别人的优点 付出了 善根了 这个可以自己检查的 本来这个称赞的话 讲出去自己都起 鸡皮疙瘩的不大适应 越讲越顺 发自内心的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 做一个转变 以前另于给人家肯定 现在很愿意 这个时代的人 信心不足 我们要观察到这一点 对自己来讲 要多给自己鼓励 信任 要多给别人肯定 要多给他说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给人信心 给人鼓励 我念英文的时候 你们应该带一点 鼓励的表情 因为我可能不久的将来 还是考英文 刚刚才说要鼓励别人 当然我理解 我一念英文 你们频道还没有调整过来 我不能苛求于人 要忠述之道 再来广修供养 这个能做到 毫无保留 帮助他人 但毫无保留 不是透支身体 过犹不及 我们总结走过来的路 有点太壮烈了 人家见到我 当时还没出家 蔡老师跟你的人都这么瘦 所以我现在身边带的人 都挺有顿位的 人家就不会这样担心了 最近我的顿位 增加了一点点 已经突破六十大关 所以这个刚刚才说要表法 这个形象也得要表法 都要有利他的心 修供养 财师法师 无微不失 提升了 真诚恭敬了 那就是财供养 法供养 无微供养 尤其供养自己的父母 很恭敬 论语当中说到了 色难 何焉悦色 侍奉父母 难能可贵 注意我们的态度 而且这是应该做的 可不能起比较 你看 我拿的比我兄弟姐妹都多 这可能慢行为起来 我们前面 跟大家提到了 罗氏家训 这罗家的家训 在座有没有罗氏的后代 这个姓叫四伟 这个罗字是四伟 这个罗姓的人者 要发扬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 国之四伟 可能皇帝赐性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孝子之四轻 不可使无亲 有烦恼心 父母因为我生烦恼 不可使无亲 有难言心 有难言心 这个要跟我们讲什么话 还顾虑半天 我们会不会不高兴 这个都不够 恭敬供养父母 不可使无亲 有冷淡心 父母感觉到被我们冷淡了 到我们家里来住几天了 我们都没有用心陪伴 用心不是时间久 是你心要全然的在那里 不在这些外向 父母跟我们的心是很静的 同心的 他能感觉到的 哎呀 是不是我们住这儿 给他添麻烦 我们赶快走吧 这样就很不好 不可使无亲 有愁闷心 因为我们是忧愁 烦闷 你说没办法 他一直在担心我结婚的事 这我又没办法 有时候我们该沟通 这个真诚跟父母谈心 有时候我们没有住 不主动沟通 会逃避沟通 真诚与自己的亲人朋友 甚至是同事沟通 这是修行必修科目 该做的事 要义无反顾去做 不能退缩 真心地跟父母表达 分析清楚 不要让父母误会了 好像我们都不能理解他们 能理解 考虑在哪 这个成德都遇过 我是长叔呢 我爷爷 这看我长大的 这感情不一般 我们跟爷爷奶奶住一起 父亲是长齿 我知道爷爷在担心这事的 我爷爷还会跟我撒娇 我一走进来 表情就不理我了 我就走到他面前逗他 然后很认真地跟他 爷爷我很认真找他 他说真的吗 沟通嘛 跟他表达我的考虑是什么 大家不要执着又说你后面又没有结 安住当下 当下面对 后来爷爷身体不舒服了 人还有一关也很难过 什么 身体不舒服 这个说有时候他一不舒服 他顾不到其他的事 所以 互念好亲戚朋友 的健康是蛮重要 当然这个护念 除了饮食生活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 无微不失的健康长寿 能够擅脚引导 全家人数十 健康长寿的真因 无微不失 这个是我们常常以修阴得果 一切事没有离开阴果 包含不可食无亲 有愧恨心 以前的事 父母也是好心 可是可能那个建议 造成我们人生 有一些遗憾 这个是要去解掉父母的心锁 让父母释怀 不然他们老人家一想到 就好像觉得 愧疚了 养父母之心 要能体会到父母的心情 好 这个广修共养 一定从父母做起 不爱其轻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养父母之身 心 志 志向 当然 你父母 很希望你 弘扬汉学 到英国汉学院读书 但是你的志向 你的天分 可能是做 道圣和夫先生 那这个时候 你也要主动去跟父母沟通 你看沟通还是必修科目 当然换一个角度 你小罗是父母 不能强逼孩子 走你要的路 要知道主 要知道主 主办圆容 主 是孩子自身 我们是他人生的一个住院 伴 我们要拿捏好我们的分寸 所以这个静缘 也是当父母的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这个王老师培养 他孩子 十八年 他当然希望孩子 读汉学 可是孩子有 想学中医的天分 他尊重 每个人财性不一样 说不定 他就是在中医 把医道振兴 都是复兴传统文化 不能着相 一着相 就用烦恼心在处理事情 因无所住 不能有住 不能有执着点 顺势而为 我们今天谈第四 战处业障 那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路 我们要知道错在哪 效法 瞿伯玉先生 五十岁 儿子四十九岁之妃 每一年地地改之 诸位忍者 现在十二月了 2024年 就快过了 好快哦 要总结了 要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了解到这一年 该调整的是什么 佛陀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刚刚说 效法佛陀了 看得懂 佛 怎么修的 怎么经营团体的 老婆上说 你要认识 释迦牟尼佛 你才不会学错了 这个佛陀 有受心碎经 迎接新的一年 反省自己 深口意的错误 反省 有没有对不起人 忏悔业障 在每一件事之后 在每一年 结尾的时候 都要做 像陈德 三十岁 投入这个工作 智慧阅历 德行都不足 所以为什么常常 跟大家提一些点 这也是忏悔自己的业障 希望自己 这个弯路错路 后面的人 不要再走了 那 老婆上接着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灿除业障 用什么方法灿除 也不是每天 一直在想那个错 你想一遍 又落一次印象 后不再照 真忏悔 老婆上教导我们 我们就是用 信愿持明 业障就忏悔了 就这一个方法 起心动念 全是阿弥陀佛 哇 念一声阿弥陀佛 真心念了 念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了 这个忏罪的力量非常强 在晚情集 这个也是 宏一大师的心血 第一句 晚情集第一句 陈德印象很深 从《金刚三昧经》里面 出来的教诲 若失本心 失了自己的真心 急当忏悔 失了自己的本心 就对不起自己 进一步就对不起人 要尊重己灵 这个心念十本心 赶紧阿弥陀佛 不念佛就迷了 念了就悟了 忏悔之法 事明清凉 你佛号一提起来 深深唤醒自己 心清净了 清凉了 你察觉不到 忘念邪念了 这就念念相去 就烦恼赤胜了 轮回心 照轮回业了 所以若失本心 急当忏悔 观自在菩萨 观自以自信在不在 那最好的忏悔方法 就是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赶紧这一句 万德鸣提起来 忏悔之法 事明清凉 察觉自己 陷入烦恼 赶紧念佛 念个几分钟 烦恼是假的 虚妄 你只要肯一生接一生 这些烦恼就 冤枭云散 李秉兰老师还教一个方法 你起一个忘念看到了 一个忘念十身佛 忘念哪有佛号多 这个方法不错 这都是祖师们十杯的教导 重点是我们要用它 老阿上也是教导我们 一天念九次 十念法 十身 你在那九个时间 都能静下心来 没有杂念的念 你就会越念越想念 感觉到清凉了 那个佛号念了 确实 有清凉的感觉 构胀消除 称明十极 遇光死 珍重此时 莫空过 好 那起心动念 全是阿弥陀佛 那四出世间 一切法 全放下 大家敢不敢全放下 我还要做事 还要考虑事 你全放下了 更能考虑 你全放下了 你才能随缘妙用 你常常脑子里 琢磨来琢磨去 你处理事 绝对不是最佳状态 你平常空 没有其他的妄念 只有念阿弥陀佛 就妙得起来了 你看古人说的 学者欲试不能应 这也是洪毅大师选的句子 有他老人家的加持 你遇到事情 不能应对得很好 问题出在哪 你心上有东西了 总是此心受病处 你一直在那琢磨一件事 突然有人找你处理事 你那个魂都还没拉回来 所以只有炼心法 更无炼事法 炼心之法 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 心里面真心一法不利 真心离念 离忘念 无一事 你离忘念 只有佛号 乃能事事 事情一来 你心很清静 都在念佛 就像镜子一样 镜来不去 照得清楚 镜去不留 事情处理完了 就像脑上知道了 佛号再提起来 这用心如镜 落实在 处事在人皆无人 管用 你一天处理再多的事 你只要处于这个状态 那真是冰来降党 水来土掩 这个格言别录说 此事主净功夫 得利处 你的心比较清静安静的下来了 因为你没有忘念 你平常是提起佛号了 我们今天一考虑是就烦了 那都是你平常忘念才读 大学说的 不好意思啊 最近刚好在上大士书的课 第一门课就是大学 现在阿赖耶士里面 这个大学种子比较多 强者先进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为什么静不下来 今天刚好有一个同仁 比较年轻了 三十多岁而已 我说今天 你怎么没有提出问题啊 你有 你都没问题吗 他说有啊 但是呢 这些问题啊 我理 你还没理清楚 所以还没有请教 理不清楚啊 就是心静不下来了 心为什么静不下来 你总要把原因找到啊 没有知子啊 知子而后有定啊 定而后才能静啊 静而后能安啊 你看 好多事想不通啊 心都很烦躁啊 牵挂很多事啊 忧虑啊 哪能安呢 物有本末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末 我们刚刚说的 明德是本啊 清明是末啊 齐家是本啊 治国是末啊 事有忠实啊 你处理事 死是什么 一开始要怎么样 要知子啊 你才能把事处理好啊 至于往生极乐世界啊 人为什么烦恼 世间的事啊 你有得失心啊 你有攀缘心啊 患得患死了 有所忧患 有所恐惧了 那你都要 今天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就去了 那这些事你为什么打得这么火热啊 那不是觉得自己很好笑 你自己不是说要去极乐世界吗 净土为归啊 要知子啊 我要指于极乐世界啊 这个世间是是非非 跟我没关系了 我随缘敬奋 我不陷到是非里面去了 便是莲花果理人了 还没去就是了 现在就是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怨 同德同行 配合阿弥陀佛招生了 世间五一六成 跟我没关系 我人生的剧本 无量寿经 这叫子啊 知子啊 子于极乐世界了 我一言一行 起心动念 依什么 依无量寿经教导了 依三根的教导了 依老和尚的教导了 我今天考虑是了 阿弥陀佛会怎么考虑啊 阿弥陀佛是一切皆成佛的考虑了 为度有情令得度 以度之者使成佛 你这么考虑你会跟哪一个人对立啊 那我不愉快啊 不会啦 你知子啦 我指于阿弥陀佛的教导 跟他的一言一行的榜样 所以立别人老师说的 知子啊 就是你 从经往后啊 效法你最佩服的人 你不随顺自己的习惯了 随顺 他的教导 跟风范 自己最佩服谁啊 就这么 为目标来支持 老和尚说了 给大家介绍老师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无量所讲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一想 贪吃个什么东西呢 想到少欲知足 专求白法 帮助一个人有点没耐心了 慧立群生 志愿无倦 有点脾气快 忍不住了 忍立成就 于诸有情 常怀慈忍 很有耐性 和言暗语 很柔软 柔和直指啊 受身德 观法如话 这世间呢 不着相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不当真 都是梦境 你就不会叫真了 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个人 做了梦之后啊 一直在想自己做的梦 纠结了好多天啊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那个人在梦中干嘛骂我 假如又这样 应该比较少这样 应该不会这样 知道他是假的 他对你障碍就少 我们就是因为认假为真 才纠结那么多啊 观法如画 三昧常己啊 不取于相 我们就能如如不动 好 所以四书四间 一切法 全放下 只要你可能 起心动念 尽量提起佛号啊 慢慢这些就放得下来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只怕有心人 当然一开始也是要 若要佛不离口 先去诸不离手啊 这佛诸啊 提醒自己了 在这个世间 与人无争 我们还争呢 就是搞轮回业了 这个我们自己要警觉到 与人无争 与事无求 一切随缘 妙用 恶缘也妙用 恶缘呢 消业障 同时真诚待人呢 把这个恶缘 转成法缘 他们要竞争 我们不争 他们要斗争 我们也不争 就斗不起来了 两个人都争了 才能竞争的起来 一个巴掌拍不下 所以我们跟 哪个人闹不愉快啊 都是半斤八两的事 你一想到这里啊 还说要去极乐世界 还跟人家打得火热 干啥 所以我放下竞争了 不干这个事情 所以要放下 这是真正忏悔啊 以前的习气 真的放得下了 后不再照了 我们呢 离有顿悟啊 是要见修啊 因为我们是几十年之后啊 遇到佛法 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行为 的状态 所以更需要啊 良师益友的提醒 当局者密 旁观者清 比方 我们会受家庭的影响 会受啊 环境的影响 比方 我们可能家里面 有长辈啊 一骂人骂一个多小时 我们受不受他影响 不知不觉啊 我曾经听过一个男子 他谈到啊 小时候我爸爸呢 常打他 他很痛苦 他说以后我做爸爸 我铁定不这样做 后来他当爸爸了 很难过啊 表达了 我怎么也在打我儿子 所以啊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容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学佛以前受的影响啊 我们警觉性要高啊 要用心把它放下 你看刚刚提到 斗争啊 哇 一觉得自己有道理了 那个谈起话来 舵舵逼人 一谈起话来 停不下来 硬是要给人家洗脑了 那都是喜气啊 缘不成熟 看人家眼神不想听了 马上就止住了 不攀缘了 我想 我们面对人家用这个斗争的一个态度对我们 我们很难受的 可是啊 这个难受呢 要转成呢 一种高度的警觉 我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别人 有这个态度啊 要扭转以前的习惯 应该就比较容易 所以今天你 哎呀 很气某一个人 哎呀 我真讨厌这个人 这个行为 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也有啊 你察觉到自己或多或少也有啊 不只不会对他生气了 自己不好意思了 警觉性很高啊 来改 好 这个中庸里面有讲到 因为这个子路问了什么是强 孔子说 南方之强也 南方之强也 君子居之 任经格 你看他睡觉 躺在刀上面睡 死而无悔者 北方之强也 强者居之 你看齐国这是北方啊 有两个人在谈话 这个在古书上讲 这个其中一个人说 哎呀 好想吃东西啊 另外呢 那个人就 肉就割下来 来吃吧 他一看这个不够大块 来我也割一块 最后两个人都死了 流血而死了 哎呦 这北方 可能这个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啊 北方比较彪悍呢 你看以前北方都是契丹 蒙古 这些 所以 我们要自知 我们在一方水土啊 形成的一些习气啊 可能都是我们修学 对治的重点 从小看战争便看待多啊 这个也要调伏 好 有些话 我只能点到为止 继续讲下去啊 就太露骨了 你看我们阿雷耶士啊 装了哪些东西啊 我们要 有自知之明 赶紧啊 佛号多念一点 让这些东西啊 清掉 不会现前了 好 所以一心 专念阿弥陀佛啊 升到西方极的世界 业障全消除了 不必一桑一桑一桑的颤 不必一桑一桑的颤 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的颤 一桑一桑啊 一个换一个 太麻烦 最善巧的方法 最善巧的方法 念佛就清静了 就忏悔了 所以静中真正简单啊 真正是究竟圆满 就是一句佛号 我们要能信 要能行 功夫自然就得利了 所以 行功老和尚 九十二年 一句佛号 这给我们表法 五死劫的业障 都干净了 所以他老人家说 他什么都知道了 真心献钱了 业障消除了 他快乐 他欢喜 法喜充满 常生欢喜性 这不是外面刺激的 不亦悦乎 自然从内心涌出来的法喜 我也遇过几个同修 他们没念佛的时候 佛号自己 会重念出来 那个都是有下过老实念的功夫 或者就是他的慈悲心很强 力重的心很强 这就是佛心了 跟佛心相应 很容易就提起来了 我们真正看到一生当中 只见到这么一个人 表法表得太好了 老和尚也举过 张家大师持咒 都没有间断 也是榜样 贤功是持佛号 张家大师持咒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死 忘念进不来 定功很强 表法表得太好了 让我们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能学得会 他能做到的 我们也能做到 这一句 铁定是这样 因为再来人 他的表演是 应众生的鸡 谁众生心 因所知良 他不可能表演 我们做不到的 这个是我们要了解 再来人 佛菩萨人 应激的原理 我们懂了 我们就更有信心 去效法 接下来第五 下面是随喜功德 随喜重要 不要嫉妒 不要障碍 别人做的好事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欢喜 他有多大功德 我都沾光 你说多好啊 我们随喜了 跟性德相应 有法喜了 我们随喜了 人家看着 有信心 效法 众生得利益了 如果我们看到 他 生了嫉妒心 想方法去障碍他 我们就有罪了 就造业了 有没有障碍到他 没有 确实障碍 他事情 没有做成功 论言经上 有句话说的很好 叫发意原成 事情虽然没有做成 可是做的人 发真诚心 他功德圆满了 所以没有障碍到他 障碍到自己 这个罪业 果报很厉害了 老外上特别讲了 发起菩萨 殊胜之药经 在尽忠同修 修行守则上 选了两部经的精华 一部是无量说经 一部是 发起菩萨 殊胜之药经 里面的教诲 主要教着我们 要随喜 不能嫉妒 因为嫉妒 两个出家法师 弘法 六十个人 基督了 毁谤了 造成这一方 没有办法 再听闻这两个法师 说法 大家没信心 结果 死后 堕地狱 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是度日如年 那可去不得 我们想象一下 毁谤 几句话 可能不到一分钟 所有的果报 因小果大 不能干 敬畏因果 不能干 嫉妒障碍的事情 像魏忠达 他虽然劝皇上 皇上没听 他功德很大 他那个善行 的力量 超过他 四十来年 造成恶的力量 他为全国着想 所以我们学佛 扩宽心量 量大福大 养成一个习惯 起心动念 为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作响 念这一句佛 明熏法界 这个是江卫农 居士在 《金刚经讲义》里面 指导我们的 心量遇到 阿弥陀佛了 叫效法阿弥陀佛 一戒皆臣佛 每个愿都是为 尽虚空变法界众生 法的 我们读第六评 这个感觉就很深刻 那他虽然没有做成功 但是他的心是圆满的 他的功德也圆满 我们只是破坏他的事 没有破坏他 随喜成就这件事的功德 这个念头 发意圆成 这个破坏不了 你说冤不冤枉 干嘛造这个业人 所以发心太重要了 能不能成就 老上这里强调到了 这个事情是利益众生 看众生 有没有福报 众生有福报 别人障碍不了 他障碍了 事情做不成功 众生没有福报 我想帮 帮不上 有障碍了 没关系 他这一次障碍住了 但是你用心了 这个圆 会改善的 我们纯是一颗善心 哪怕别人障碍了 我们不跟他对立 老上说的 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 绝不丝毫要求 他人与我和谐 那可能他障碍你 前世的业力 你都没跟他对立 可能慢慢就化掉了 没关系 下辈子再来帮他 我们护好自己的 慈悲心 真心 就像 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的榜样 做忍辱先人 给歌力王说 我成佛之后 第一个度你 所以诸位忍者 释迦摩尼佛 表演给谁看呢 表演给我看了 我是当机者 要用当机者的心来听佛的教诲 这样会非常亲切深刻 好 那当然 我们听完这一段话 你看这件事做不成 众生没福报 你可不能把众生没福报 当作你没有尽心尽力的借口 所以不要以合法 掩护非法 岂能净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也没有尽到力了 我们是很容易退缩的 很容易撂挑子的 甚至很容易威胁领导 都有可能 有一次我遇到 有个领导人 被他下属威胁 我好怕他们不干 我说他们不干了 我全力支持你 他还是害怕 那我也没办法 这怪我 人家对我信心不足 那个瘦嘎嘎的 有多少能力可以帮 当然这也给我一个启示 做领导者 不能被底下的人威胁 多少人做多少事 谁也威胁不了我 不强求 所以障碍的人 跟我没有关系 不跟我结罪 将来结罪的时候 是跟那些众生 被影响的众生 所以这个六十个人 多地狱就一千八百万 之后还要到恶鬼道 不见天日 接着还要到畜生道 回到人道 还生生世世于此 所以这种口业 不能造 我们把谱形形 变成我们的习惯 称赞如来 水喜功德 横顺众生 水喜功德 对方的习惯 对方的习惯 毕竟几十年了 不要跟人家较真 宽以待的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水喜功德 包容别人 横顺 但是那个横顺 是不要闹矛盾 不要让家庭气氛很怪 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的问题 但是人家有一点点优点 赞叹 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普贤行是管用的 所以在这里也水喜功德 我们有几位忍者 写了先生 一百个优点 当然这个一百 不要变成执着点 挤啊挤啊 挤了三四个挤不出来 继续挤 挤了脑子都有点头痛了 这叫太执着了 沉淀沉淀了 能写出多少 多念这些恩 对了 我们这个太容易出现执着点 搞到最后都生烦恼 最后变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烦恼 一切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光色参悔 转变最甚 我们祖先说 道法自然 不要太刻意 好 我做好了 多少众生得利益 现在众生得不到利益 这个因果责任 这个忌妒 毁谤的人要负担 如果这桩好事 利益的面很广 时间很久 那么就很麻烦 将劳都在地狱里面 要受苦 要想超出地狱 非常困难 所以聪明人 立根人 懂得随喜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个礼拜 看看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 前面这个普贤 行 前面四条 落实的心得 那这样就是广修共养 那我们 这个15号 到21号 英国汉学院有办 道德讲堂 所以那个礼拜三 我们 这个课程停一次 应该是 下下礼拜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那这个 现场有直播 也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参与 好 这个因为道德讲堂 也是老和尚提倡的 我们多传播一些 伦理道德 英国的思想 这些应该 对现在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还是蛮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一起念 回向文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文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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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